大家市场很关注的一件重要大事 今天凌晨两点钟 连准会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了 头长您是不是今天晚上又不睡觉了 今天晚上凌晨两点钟利率决策文 基本上是升行一码 可是升行一码后讲的话很重要 因为其实就昨天的一个行情走势来看 今天跌83点 季线要得而复失 我说没那么重要 因为季线上扬得太快了 这是你要平常心的一件事 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 昨天跌有很多原因 美国国债上线 另外一方面 跟西部银行也跌 其实市场是给备的压力 升行一码没关系 最坏就升行这一次 接下来会停止 只要这样讲就好了 五四就会喷出去了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你跌的过程中你要去买 原泰 今天挂在195元买进 今天开门多少 最低就是195 买得很漂亮 所以我今天是买在最低点 我最抗好之一 资源159.5元 你逢低不买进怎么可以 现在行情差不差 差 可是就是因为差 你反而要这个时间来跟着我 因为你没有信心你撑不住啦 大家不相信是这个行情的 我跟你讲 我从业这17年来最准的指标 就是伤务越不相信我 它越会昏出去